詞曲 李宗盛 相信這兩年很多人都像我般 經常在不同地方工作 習慣了混合工作模式 要在咖啡店看電郵 賺資料、打文件 以致開網上會議 甚至會爭取時間網上做訪問 要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做事 有足夠和完善的設備就很重要了 對我來說,除了手提電腦 開會用的Webcam和Headphone就不少了 和客戶開會或是做訪問 我會隨身帶備Cisco WebEx Desk Camera 和Cisco Headset 730 因為電腦的內置鏡頭和收音效果 無論如何都及不上Cisco這兩個開會孖寶 他們有多好? 不如由Cisco專家阿森告訴你 Kitty,好啊 先說細度可以放入褲袋的Cisco WebEx Desk Camera 它其實可以很簡單地用USB-C 就可以Plug and Play 很穩陣放在電腦上使用 角度有81度的Wide Angle 和4K高清的鏡頭 還有Auto Focus、Base Recognition 和Virtual Background等等的功能 無論甚麼環境都很清楚 看到對方的樣子 鏡頭其實還有兩個 Noise Cancellation Bidirectional的Mic 比電腦原本的Mic更加清楚 以及不用擔心 聽到後面的背景聲音 阿森,你說得對 我喜歡用Cisco WebEx Desk Camera 都是因為它的聲畫夠清夠靚 我還可以隨時用錄影片 來做後製工作 如果大家用來做網上教學 又或者直播 其實都非常適合用 另外,我喜歡Cisco Headset 730 有簡單、容易操作的鍵 包括一個鍵 開啟AMB環境聲音模式 消除雜音 又或者關閉降噪功能 又有大小聲調教 不用開軟件處理 用起來很方便 還有一個靜音鍵 一按正音 開會時經常遇到突發事 這個靜音鍵就變得很重要 加上耳筒舊輕身 貼耳設計帶起來很舒服 所以我坐車時 一樣會用來聽歌 音色也不錯 Kitty,你真是懂得選擇 Cisco Headset 730 本身主打給Business 和Corporate Use Case 其實可以很方便 用藍牙連接兩個器 其實它會自動檢測哪個器材 是有哪個聲音 不用人手教 真的很方便 又讓我再介紹兩款耳筒給你聽聽 如果你想要更專業的一個產品 你可以選擇我們B&O Cisco 980 Headset 其實跟B&O合作 聲音、舒適和質素 一定不用擔心 如果想走大眾化的一個系列 就有我們500系列 有不同功能、不同價位 任何工作環境 都會有對的產品給你 有了Cisco Work From Anywhere之寶 Cisco WebEx Desk Camera 和Cisco Headset 真的可以輕輕鬆鬆 Work From Anywhere 說到Cisco WebEx 我公司也因為應付混合工作模式 之前添置了一些設備 包括在會議室、不同尺寸的房間 公用空間都設置了Cisco WebEx Room Bar 和WebEx Desk系列 令到無論在哪裡 都有一致而優質的會議體驗 這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其實我們Cisco WebEx Room Bar 和RoomKit EQ 就是我們會議室用的產品 可能跟平時的聲音Bar 看到的產品差不多 但其實是更高質素 和簡單地使用的 它會有HD鏡頭 加120度的長角 加上聲音操控器 任何會議都可以很簡單 和很清楚地開啟 我也知道 Cisco WebEx Room Bar 和RoomKit EQ 都有兩組HDMI輸出外 還支援雙螢幕輸出 可以將不同畫面 以較大、較清晰的方式呈現 除了有線連接 它亦支援AirPlay 和Miracast 無線投影 至於主流的視像會議平台 它都支援 可以滿足企業的需要 無論是老闆房間 又或者是多人會議室 都很適合用 還有我們的Cisco Desk Pro 和Cisco Desk Mini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 全一的產品 有鏡頭、聲音器、耳機 還有擁有Wideboarding的功能 其實去不同環境 Open Office、Huddle Space 其實老闆房都可以使用 其實開會的經驗會更加好 還可以很省位 我還知道所有Cisco WebEx設備 其實有智能人面追蹤功能 可以自動偵測主港者 與會者的人數和位置等等 如果使用附送的Room Navigator功能 還可以控制會議室內的其他裝置 又或者是預約會議室等等 這方面就要請Cisco專家Benjamin 告訴我們吧 Kitty 你說得很對 配合Cisco的物聯網IoT監察配件 例如Miraki MD系列的環境感應器 MV系列的智能鏡頭 以及MR的AP 還可以做到即時監察和分析 可以知道會議室內的人數 溫度、濕度、空氣質素等等 然後自動調校冷氣、燈光 甚至超過預定人數的時候發出警告 通知有足夠的空間保持社交距離 Miraki同時提供一個雲端的管理平台 透過Miraki Dashboard 一方面IT管理員可以隨時隨地管理一些物聯網的設備 同時間甚至可以排解、網絡故障等等 另一個好處就是數據分析 可以讓老闆了解辦公室和公司資源的使用情況 這樣就可以做到控制成本和資料能源 不單如此 由於混合工作模式的興起 員工可以透過即時資訊 知道會議室何時使用 何時使用 這樣就可以好好管理自己的公司時間 都是提供生產力方法之一 Benjamin的介紹真是很有用 其實我們經常在公司和外面周圍走 想有好的工作環境 還有甚麼要注意呢 不如請另一位Cisco專家 Shirney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Kitty 問得好 我看到你的Web from Anywhere 裝備其實都很充足 不過最重要的安全性 就好像未是做得很好 Web from Anywhere 員工的手機 電腦設備 又要上網 又要連線開會回公司 又要查電郵 在現在惡意軟件攻擊 勒索軟件 釣魚電郵這麼猖狂的時候 安全措施真的要做到好足 Sisco有一系列的雲端安全方案 例如Sisco Secure Endpoint 簡單安裝和操作 透過多層面的防禦技術和狀態評估 能夠在威脅入侵之前先行阻擋 同時透過偵測、回應、威脅搜尋 和隔離裝置等功能 縮減攻擊面 即使用個人裝置工作 都可以避免企業網絡受到惡意攻擊 我知道 Secure Firewall 3100系列 和Anyconnect 可以建立高度安全的連接通道 等員工經安全的VPN連接公司 如果要進一步提高安全性 還可以用Duo進行多重身份認證 Duo可以透過智能電話 發送登入請求推送提示 員工經確認後 才可以登入傳取公司網絡 這種零信任方式就最為安全了 Duo亦是SAAS確認用戶身份的重要工具 慎防假冒 Kitty還有Sisco Umbrella 是支持實施或SSE的核心 以訂閱方式會企業 提供不同類型的安全保護 例如混合雲平台工作 會增加安全漏洞的風險 訪問高危的網站 又或者是用戶利用公共網絡登錄等等 Sisco Umbrella 都會在進入威脅之前 加以封鎖和保障用戶的安全 用戶甚至乎可以利用 Remote browser 瀏覽敏感的網站 如果必須要下載 附有惡意程式的文件 Sisco Umbrella 可以幫你下載乾淨安全的版本 自動過濾惡意程式 讓大家可以安全上網和下載資料 Shania說得很對 Sisco會有最新產品展示的活動 想免費試用和體驗 Sisco的一系列 Work from Anywhere設備 安全產品和方案 就可以探索這個QR Code 登記參加 到來 唯一會兒 放上網站 進入網站 2-3-0-6-6-4-3-0-6-6-7-0-8-8-7-0-8-4-0 放上網站 進入網站